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放养娃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少儿赛事信息 有兴趣的家长呢,不妨多多关注,为孩子报名参赛 3月17号,第16届旧金山少儿中华诗词朗聪大赛的新闻发布会 在旧金山南湾举办 前加州众议员朱感生先生,盛和西Archer的学区委员唐玉红等人出席新闻发布会 第16届旧金山少儿中华诗词朗聪大赛由美国华裔关心下一代协会主办 美国华裔关心下一代协会会长陈健表示 这次活动呢,由社区乔团、校友会和文化教育机构携手举办 意义重大,就是期盼全社区都来关心海外华裔下一代双语交流能力 以及与祖籍国的情感连接,希望他们学好中文,今后能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 我们美国华裔关心下一代协会是十年前成立的 我们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呼吁我们的社区来关心我们海外的下一代 怎么来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 怎么也做一个美国人,也不要忘记我们中国的根 然后呢,就是可以呢,做美中中美的这个友好使者 这就是我们当时成立的这个宗旨啊 一旷十年过去了,那我们举办过无数次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啊 其中呢,中华诗词大赛呢,我们从2005年开始到2019年 我们连续办了15届,在农年的新分,我们又恢复举办啊 这对我们的这个协会和对我们的湾区,还有对我们的小朋友 都是一个很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这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呢,主要的目的,当然我们首当其冲 就是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因为我们5000年的优秀的文化历史是非常的灿烂 但是如果在我们海外的这下一代断掉了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自己 我们海外的我们上一辈的人来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那我们的下一代呢,永远都做一个我们中华的炎黄子孙 这就是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那么关于这个比赛呢,今年是第16年 那么就是说3岁到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 我们分三个组 那个3岁到5岁组 6岁到8岁组 9岁到13岁组 那么他们的今年呢,我们就是 采用我们中国最流行的这个诗词比赛的方式 叫做飞花令 飞花令呢,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关键词 你选了那个关键词,然后那首诗里面必须要有这个关键词 那么在中国那边的比赛呢,他们就是说是那种接龙的 我们在海外呢,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学中文的时间非常短 他们中文的语言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们就用了那个改良版的这个飞花令 就是说今年我们是选两个字 因为是龙年,我们选了一个龙 因为是春天,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春 所以我们经过今期的挑选 我们给每一个组的小朋友选了两首 分别有龙和春的这个字 让他们指定的内容在家里面备好 表演好,排练好,然后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今年那个比赛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因为停了四年 所以我们有一个给小朋友 参加的小朋友有一个非常隆重的这个颁奖典礼 那么我们已经在Covitino的那个Creenland Center 定了5月10号 我们要办首届湾区少儿五星节的联欢会 在这个联欢会上,我们参加我们比赛的小朋友 不管他得奖没有,不管是他得第一名还是第几名 都没有关系,都来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来参加我们这个颁奖典礼 给小孩子一个荣誉感、仪式感 让他们觉得做一个中国,我们的华裔的后代 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有意思 然后呢,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灿烂 好吗,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新闻发布会上,学生家长代表高欣先生 也分享了孩子参加这类活动的心得体会和获得的成长 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他就通过这种活动 然后对这个中文的兴趣就越来越大 信心也越来越强 后来也是只能够走上舞台 用中文啊、英文啊作为主持 然后去年我有些能带他回到中国 包括自驾游去了苏州啊、杭州啊、土婆啊 还有包括济南的豹出拳、河北的白阳殿、山西五台山 完全无任何文化差异 然后,当我觉得最让家长感动的地方呢是 他走到岳飞庙的时候,他能想起来买江湖 他走到白堤的时候说 这是白居易,可以叫白堤 那是苏公坡层叫苏堤 那么,真难道 所以我是非常特别更高兴的是看到 包括白堤他们不只是一个人独善其身 能合在一起 大家更成为一个更好的环境 我觉得让我们看到源源不断的那种希望 当然最关键的话呢 还是非常感谢像这种诗词晚诵啊 少儿诗字啊 这种不同年龄段有批度 有持续性的这种活动 给这些年轻的美国 在美国华人第二代 有这种不得学习困难的舞台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